我们家豆豆生了,现在正是互独自的时期 一听到其他狗的动静就紧张 布丁在没来到我们家之前也生过9只小狗 但是大部分都在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就去世了 所以导致他现在的母爱情绪特别的烦滥 平常都是钓着一只玩具狗当成自己的孩子 现在帕拉和豆豆做小狗起冲突 为了保险期间,我们准备把布丁送出一几天 等到豆豆过了这个时期再把它接回来 哎 小黑,小黑,小黑 回去,你送到妈呀 回来,回来 回来 小黑布丁的他妈 好 你先回去 回去,来,来,回去 回去,来 很难说把布丁送到我婆我家待几天 但是我婆这几天有事不在家 正好我们最近在我大姐周围摆摊 然后就把布局送到我大姐这里带 每天我们也能看到她 说到的时候还可以带着布局一起去 每天还能过来照顾照顾 到我大姐家了 我现在能行 我现在没带掉我在外面了 我们远程开锁 你现在上来 好的 好的 好了 开来 进来吧 这个门锁不错 还能远程解锁呢 我听姐说 她这个是远程制脑锁 她能人脸是叠开锁的 不管黑夜白天 只要坐到门前 她能自动发展解锁 但还有指纹密码 好多种解锁方式呢 锁上还带超线广角摄像头 和可视大屏 白天晚上都能看清门口的情况 连上手机还能远程查看 出门在外 对家门口的情况也能了如指掌 有人爱门领不在家 还能在手机上收到提醒 接听就可以视频动画 好的 好的 可以 门口要是有陌生人徘徊逗留 都会被门锁拍照 录像并发消息提醒 就像请那个保安在门口站岗一样 厉害啊 回去咱们也换一把 嗯 行 诶 大姐换来了 快来上去吧 走啦 伯丁 走 大姐在里面上 这个底下的一层的眼睛 我都给个家人进去 行啊 伯丁 我没看到我都来看 走吧 伯丁 听话 伯丁 你再听话啊 我还是只能我们吃的 你再听话啊 你再听话啊 像是一般到底在路上 我这趟遇见过童有不少 美人海只为相拥 青黄黄桃 黄绿的美丽堂 黄绿的美丽堂 让心中加了一点彩虹 黄绿的美丽堂 世界美好 幻幻相同 因为放上爱的人 今天明天出色 或是她们与君 成途进入 现在我们主要不在家 我们可以去骑车 昨天发了我家黑宝 为了不出门锻炼 直接躺在地上 装睡的视频后 大家都想看后续情况 结果不出大家的意料 大拉户外 照样不给面子 没办法 老公又搬出 我们家里的大家伙 为了让她锻炼 还真是煞费苦心啊 开始之前 老公先让布丁 给她示范一下 布丁还会呢 布丁天生就聪明 一看就知道怎么做 剪个一件锅盖 给小黑上啥 下一个盖小黑 小黑 小黑 哎 跑哪儿去了 刚才还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调皮 下个我腿的切肉 小吃货啊 炒辣酱让我炒吧 不然一会儿腔你都可受了 不用 要换一台 大风加一眼睛 炒辣酱 一点味都不得 当时买的时候 人家不就说 这个得意大风鸭 炎剂好用吗 锡里每分钟 有24立方米 你看炒辣酱 这么浓的油盐 一下就被洗干净了 不仅不扑脸 还不会飘到厨房 到处都是 而且它还是 1100%的超大风鸭 吸走的油盐 都能及时顺畅地排出去 以后煎炸爆炒 都不怕了 嗯 这锡来油盐剂的 效果就是不错 做饭体验 感到大了 对是吧 嗯 好了 这我怎么还在工作 没事 烟机累积 使用60个小时后 自己尽情高温清洁呢 小飞 赶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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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一下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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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起来了 跑起来了 在美食的诱惑下 可以把也算是 勉强地带来了一会儿 你真的让你减肥呢 你还做肥呢 你 好 今天的减肥计划 失败 家里的毛孩子 一个比一个胖 老公决定今天 带他们出去锻炼一下 结果黑宝的表现 却让我们笑得肚子疼 笑死人了 你懒 你太懒了 起来 起来 走完车 转圈 走 走 走 不走 走啊 不走 你怎么走啊 你怎么累死你 睡着了 起来跑步了 减肥了 又睡着了 起来 起来减肥 好 睡着了 我们走啊 我们走啦 走 出去玩了 走 小黑 小黑 来 哈哈哈 对 你起起来 哈哈哈 来吃个哪里 走 出去转一圈 哇 天狱过哪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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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一圈 你出去 你就还是他 哈哈 哈哈 抬着你出去 哈哈哈哈 这也不会 这事儿没办法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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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天气降温了 毛孩子们都躲在屋子里玩耍 老公看到后 便在家门口 搞了一个神秘工程 你这是要雷灶台吗 雷什么灶台 再雷什么呀 一会你就知道了 小咪 哎 小咪 正好你来了 咪咪 看你的新猫社怎么样 啊 你给他们做的呀 做的猫窩 对啊 前晚上出门的时候 三只小猫咪就在这等着我 现在天气都这么冷啊 哎 我先 从前做的猫窩 我问你做啥 你还不告诉我 你直接说做猫窩就得了呗 原来老公担心外面流浪的机智 毛孩子受冻 便做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小屋 我那两天啊 我来给他 放四个地儿 上碗的四个猫 然后 过几天再给他往这边 做一个偷食 我这几天 咱们不在家的话 他们也有吃的 虽然老公表面不爱说话 但却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每件事都会考虑周全 我们是年萌夫妻 喜欢我们的 点个关注吧